各位观众 这里是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20国集团领导人第17次峰会 当地时间11月15号上午 在这里开始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峰会 并发表题为 共赢时代挑战 共建美好未来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是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延宕 世界经济脆弱性更加突出 地缘政治局势紧张 全球治理严重缺失 粮食和能源等多重危机叠加 人类发展面临重大挑战 各国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倡导和平 发展 合作 共赢 让团结代替分裂 合作代替对抗 包容代替排他 共同破解世界怎么了 我们怎么办 这一时代课题 共渡难关 共创未来 习近平强调 二十国集团成员 都是世界和地区大国 应该体现大国担当 发挥表率作用 为各国谋发展 为人类谋福祉 为世界谋进步 我们要推动更加包容的全球发展 团结就是力量 分裂没有出路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 面对各种风险挑战 应该同舟共济 以意识形态划线 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 只会割裂世界 阻碍全球发展和人类进步 人类文明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 冷战思维早已过时 我们应该携手努力 开辟合作共赢的新境界 各国应该相互尊重 求同存异 和平共处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不应该以临为贺 构筑小院高墙 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 二十国集团要坚守 团结合作出心 传承同舟共济精神 坚持协商一致原则 分裂对抗 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团结共生才是正确选择 我们要推动更加普惠的全球发展 各国共同发展才是真发展 世界繁荣稳定 不可能建立在贫者欲贫 负者欲负的基础之上 每个国家都想过上好日子 现代化不是哪个国家的特权 走在前面的国家 应该真心帮助其他国家发展 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 大国要有大国的担当 都应为全球发展事业尽心出力 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创设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 将加大对中国联合国 和平与发展基金投入 同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推进这一倡议 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 提供新助力 我们要推动更有韧性的全球发展 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 世界经济面临衰退风险 大家日子都不好过 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 我们要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重视发展问题 要建设全球经济复苏伙伴关系 坚持发展优先 以人民为中心 始终想着发展中国家的难处 照顾发展中国家关切 中方支持非洲联盟 加入20国集团 各方要继续深化抗疫国际合作 遏制全球通胀 化解系统性经济金融风险 特别是发达经济体 要减少货币政策调整的 负面外溢效应 国际金融机构和商业债权人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债权方 应该参与对发展中国家 减缓债行动 中方全面落实 20国集团缓债倡议 缓债总额在20国集团成员中最大 为有关发展中国家度过难关提供了支持 我们要继续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 多边贸易体制 积极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 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中方提出了数字创新合作行动计划 期待同各方一道 营造开放、公平、非歧视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 缩小南北国家间数字鸿沟 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向绿色低碳发展转型 必须本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在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 要坚持对腐败玲珑人 加强追逃追赃国际合作 习近平强调 粮食、能源安全 是全球发展领域最紧迫的挑战 当前危机根源不是生产和需求问题 而是供应链出了问题 国际合作受到干扰 解决之道在于加强市场监管合作 构建大宗商品合作伙伴关系 建设开放、稳定、可持续的大宗商品市场 共同畅通供应链 稳定市场价格 要坚决反对将粮食、能源问题 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 撤销单边制裁措施 取消对相关科技合作限制 二十国集团应该在生产、收储、资金、技术等方面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支持 中方在二十国集团提出国际粮食安全合作倡议 期待同各方深化合作 习近平最后强调 中国共产党近期举行了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谋划了中国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 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坚定不移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个不断走向现代化的中国 必将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 为国际合作注入更强动力 为全人类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云nels comport口